三分钟新闻通 上改石油税定义违反承诺 西蒙政府玩弄东马人民 509大选前 西蒙为了拉拢东马选民的选票 不惜在希望宣言第41项承诺中宣布 西蒙将增加东马沙巴和沙拉越的石油税到20% 或同等价值 比起国阵政府5%的石油税 西蒙政府的20%显然吸引得多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西蒙在推翻国阵成功执政中央之后 对于这一项承诺却又是另一副嘴脸了 不知是否兑现不了承诺 经济事务部部长阿兹敏日前就宣布 原来这20%的石油税 是根据石油的税收盈利来计算 而不是向前朝国阵政府 以石油的总税收来计算 如此玩弄自演的说法 真像张念群所说的 尤记得当初行动党的沙洲主席张建仁 曾大义凛然的指责 国阵只给区区的5%石油税 税收根本没有增加 但如今算起来 国阵当初以5%总收入计算的石油税 原来还多过西蒙所谓的 以盈利计算的石油税 难道当初张建仁是在说谎和吹牛 张建仁还说如果西蒙一旦执重 就会在100天之内归还石油税 但日前他就惨被阿兹敏打脸 阿兹敏表示 西蒙在短期内都无法实现 给东马20%石油税的承诺 因为根据1974年的石油发展法令 石油税是以总收入来计算 而不是以盈利来计算 如果要归还石油税 就必须修改法令 他还说国家石油公司 若归还20%的石油税 将对其财务状况带来巨大的冲击 明明是西蒙自己擅自修改法令里面 关于石油税的定义 现在又说要修改法令才能给石油税 明明是西蒙自己向东马承诺 但现在又说兑现承诺后会没钱 说到最后 当初西蒙所谓的希望宣言 对东马的承诺 原来只是空口说白话 自说自爽